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同时 索尼官方也放出了Z3与PS4联动的宣传视频 玩家只要将Z3与PS4无线连接 并通过转接器将Z3与Dioshock 4手柄对接 就可以将PS4的游戏画面推送到Z3的5.2次1080P高清屏幕上 这样玩游戏再也不会被电视屏幕束缚了 今晚功能不算新鲜 但次世代主机加新一代旗舰智能手机的组合 还真是非常让人心动的 有没有人想把这对强强组合一起打包回家呢 由中国团队奥尼制作的16B风格 塔防战略游戏水晶战争的PC版Beta测试 已经独占登陆A9VG论坛了 游戏的PC测试版已经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在论坛中开放下载了 本作讲述了核战之后 人类为了自我救赎不断奋战的故事 玩家可以操控主将战斗的同时 还能够召唤多达9种的士兵参与战斗 枪手 狙击手 装甲兵 格斗家等职业一英俱全 不仅如此 手雷 地雷 机甲 无人战机 墙 火力炮台等强力道具 也会助玩家一臂之力 末世之路 你我同行 水晶战争将首发登陆中国版Xbox One平台 八周日还未确定 依我很喜欢游戏里面的人物设定 我是不是应该马上去找奥利德少年们 要一本设定急过来呢 bilmiyorum 치가 今日愚弃公开了旗下 杀香游戏看门狗的最新DLC Bai dye dye dye的未 KNOWchen 轻轻卻开门狗的宣传视频 本次DLC主角依旧是丁股大叔 宣传视频中 它潜入了CTOS管理大楼 利用智能手机操动遥控车 绕开重重手背 最终安置炸弹引爆完成行动目标 宣传视频中 潜入格斗枪战驾车追逐一个不少 场面还是那么紧张刺激 至于标题 Biteblood所指的 究竟会是怎样惹人生厌的情绪 各位玩家还是亲自到游戏中 许体验一下吧 该DLC将于9月30号 同步登陆PlayStation、Xbox和PC平台 大家记好时间 不要错过哦 Warframe是一款 Free2Play第三人称手机游戏 游戏继登陆Stam和PS4平台之后 终于登陆了Xbox1平台 本作讲述了两个种族之间 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其中一个种族为了扭转战局 而制造了一批名为Tino的战士 他们穿上了名为Warframe的 护甲加入了战斗 致死放手 本作设计手感不错 人物造型也已经帅到没有边了 关键是50刀加装甲的组合 实在是让时髦程度直升云霄啊 和某些细节吹游戏立刻拉开了差距 游戏模式分为单机和多人两种 玩家可以和小伙伴们合作作战乐趣无穷 如果遇到外国人还可以练习考语 这就叫做只要有心哪里都是游戏脚 目前本作已经发售 作为一款Free2Play游戏 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 我马上也要去念一个EVA1号机出来哟 Mighty Number Nine 是由《无道纯经》主导制作的动作游戏 本作被洛克人系列粉丝称作是 洛克人的精神续作 游戏于2013年9月在Kickstarter进行众筹 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内 筹到了全部开发的款项 并且追加登陆几乎所有的主题平台 近日本作发出了一段游戏试玩视频 可以看到玩家击倒敌人之后 可以吸收敌人获得的额外分数 武器和能力 本作将收录风格完全不同的八大关卡 而且玩家可以自行选择游玩的顺序 在关卡的最后 玩家需要击败Mighty八天王 达到关卡的完全压制 本作的发售日 暂定为2015年的4月 看到即使感如此强烈的游戏 已果断要决定买一份咯 接下来我们的这条消息 各位海贼民们要注意了 Mighty出品的3DS动作游戏 海贼王超级伟大战争X 最近公开了他的第二段宣传视频 相比第一段宣传片 本作公开的新情报相当丰富 不仅公开了对战规则 同盟联邪 支援攻击这三大游戏关键要素 更公开了部分人气角色的战斗画面 游戏中 玩家可以通过对技能联邪 支援进行自由组合 配合自由的对战规则和丰富的场景道具 实现眼花缭乱又酣畅运的大乱斗 此外 本作还有原作中各大势力 为各自尊严而战的新世界制法模式 供玩家进行剧情攻略 游戏预定于11月13号发售 现在预定初回限定版 可以获得禁令版贴纸 可替换游戏包装 三首原生歌曲的下载码 游戏道具下载系列号 这四大特点 大家是不是已经做不推了呢 海賊、动物、猛獣、何でもありの 大乱门をやっちゃうよ ああ、ワンピースが好きだ 対戦アクションが好きだ スーパーグランドバトルXが大好きだ 任天堂3DS専用ソフト ワンピース、スーパーグランドバトルX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问引精选的游戏资讯 接下来又到了我恢复留言的时间了 昨天我们的节目呢 可是为大家选定了一个互动话题哦 来看看各位A9VG的小伙伴们 都有哪些精彩留言吧 昨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 你玩过的时间最长的游戏 或者游戏系列是哪一个 结果我们节目的贴子 刚刚发出去一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就陆陆续续的 把自己的游戏故事分享了出来 我简直快要目不暇接了呢 一真的是佩服大家的马次功力 实在是太厉害了 于是我就从中挑选出 几位最有代表性的留言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要说的是这位小伙伴 他就是昨天被称作是 大哥级回复的MJ My Wife的同学 看着他写的这满满一网页的字衣 对他的钦佩感油然而生 我大概数了一下将近两千一百个字 他说他玩的时间最长的游戏呢 就是暗黑破坏一时人二 从02年开始就一直刷刷刷刷刷刷 玩的时间最长的游戏系列呢 是生化危机 然后他还讲到了自己 从小生初的时候呢 就和生化危机系列结下了缘分 于是一一就认真地看完了之后 感觉到一股浓浓的游戏情怀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 也要让你上一次演示 并且再为你伸出一个大拇指 同时呢也欢迎其他小伙伴们呢 也去看看他的生化情缘啊 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吉拉纳大和同学留言说 他玩的最多的游戏 那必须是无双系列 高达系列和如龙系列 因为这些都是男人的游戏 是男人就要开扎骨 要成为真的男人 就必须玩如龙 看到你骨子里 你的确是一个很闷的男人 一也敬你是一条汉子吧 当你上次电视 村中 有可能会读错哦 同学说了 别人一般都是口袋妖怪啊 或者是MH系列玩的比较多 但是他却是 光环系列玩的最久的 只可惜每次都是自己玩 没有什么机会和朋友联机 不能和朋友一起玩 的确有一些遗憾啊 但是你能一个人 反复地体验这款游戏 足以证明你对他的喜爱了 希望光环师官长合集 和将来的光环舞 你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 我们自称是老铁匠的 大力同学呢 也不忘在贴子里 抒发一下自己的 铁拳情怀 其实我每天看到他 和那些高手在线PK的时候呢 真的能看出他总是在 不断地总结和进步 虽然他经常输 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中 如果有喜欢铁拳的朋友呢 可以在线跟他进行匹配 然后呢 啥他个片甲不留 不过呢 在节目的快结束的尾声的时候呢 我想问一句 为什么我们的编导 最口袋同学 却忽略了很多 我们各种小朋友 小伙伴 给他的电视处女兽的留言呢 好了 我就不吐槽了 那小伙伴们的留言呢 我就先回复到这里了 大家呢 也可以扫描片幕下方的 二维码 参与每一条新闻的讨论 也欢迎大家关注 H危机论坛和新浪微博 别忘了 继续给我们节目留言 也可以给最口袋留言哦 一直在关注着你们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样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あの男リクを倒したって言ってたあなたが闇に落ちて戦うようなことになればお前は存在してはならんのだ行けよ痛みというものは消してしまえば癒やせ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れど消すことのできない痛みもあるみんな空を待ってる君にしかその痛みを癒やすことはできないから きっと空の中にみんなを救う鍵がある